人生地不熟 第一次费来英国 这里的华人不是很多 眼睛不好怎么过来工作呢 还要开车 有困难 在英国的冬天 下午三四点就天黑 又有大风大雨 但是他仍然留下 他在这里十几年 我觉得消耗了他的青春 神带领你去外国 那你就去吧 破斯 是位于苏格兰中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它宁静祥和 风光秀丽 建筑古老 一砖一瓦 都有历史的沉淀 因此 古城破斯 被誉为苏格兰最具魅力的城市之一 圣约翰教堂 Saint John's Kirk 是破斯重要的历史建筑 它建于十二世纪 这座教堂曾经对苏格兰教会有过很大影响 1559年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在这里的一次讲道 引发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使基督教成为苏格兰的国教 很多住在破斯的华人 是从事餐饮业的 丁婉怡非常关心他们 现在他又来到一家小餐馆 本地的华人大部分从事餐饮业 他们面对的问题是 就是好辛苦 他们从中午差不多开始就要工作 一直到10点11点甚至是更晚 工作十几个小时 所以生活是苦闷的 还有他们的英语的能力 也都不够的 当时不懂英文 正好丁传道在这里就找他帮忙 所有的事情包括办理证件 什么都问他 有时候要填方 他都是帮我看医生 什么的 也是找他帮忙翻译 他好像天上派来的天使 我们需要考入籍考试 我们的英文都不好 丁传道他就免费借用了一些教会的教室 每个星期两个小时都在那里 教我们解答入籍考试的一些试题 因为丁传道的帮助 我们才成功通过了入籍考试 如果不是他的帮助 以我们的这些文化水平这么低 读书 读书也不够 是很难考上的 他们就比较难融入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的生活 另外呢 他们的子女 如果去读书呢 讲的都是英文嘛 所有的东西都是英文的 所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呢 就是有限制了 因为子女就 他们不会说中文 父母呢 就不会是讲英文 就跟这个孩子的相处 和孩子的成长呢 都是有限制和困难 在苦闷的时候啊 华人呢 喜欢去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赌场 赌场就变成他们聚会的地方 大家去那里聊天啊 当然那里的吸引力也是好强的 我们就是看到有一些华人 有这个新颖啊 就是新颖啊 下了班呢 就想要去啊 这里有些博彩铺 早上也营业 他们都会去 这就啊 就是形成这个 家庭的张力了 就是夫妻之间的张力 他们的这个人生 其实是好 好就是 好苦闷的啊 他们就是觉得 赚钱 就是人生 没有什么其他意义 就是 我想如果有耶稣 在他们生命里啊 就真的是不一样了 宣教室丁玛怡的最大愿望是 让这里居住的华人 能够相信耶稣 找到人生的意义 她在香港出生 在读中学的时候 就立定心志 要一生为神工作 我妈妈呢 是姓耶稣的 我读书的小学是基督教学校 所以对耶稣呢 对祷告啊 我都有一些认识 大概是在中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位小学同学啊 打电话给我 就说 我们小组有传道的聚会啊 你来不来啊 我就去了 当呼召的时候呢 其实 我心里面有两个声音啊 一个声音说 站起来啊 站起来 另一个声音说 不要站起来 不要站起来啊 那位姐妹就说 我问最后一次 时间差不多了啊 呃 当她说最后一次的时候 我就站起来 呃 感谢主啊 当时的 呃 情景啊 都好奇妙 一站起来我就哭了 哈哈哈哈 就搞得那位陪谈员 不知道我在哭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是开心的哭 因为罪得赦免啊 呃 是非常轻盛的 呃 那种快乐啊 是很难形容的 所以就情不自禁的 就是啊 就是流眼泪啊 呃 我读中学五年级那一年啊 我参加一个下令营 在下令会里啊 牧师就问 有谁啊 愿意为耶稣 呃 就是工作啊 当时呢 除了我以外 还有一些的 呃 年轻人都决定啊 如果说耶稣要用我们呢 就愿意啊 为耶稣工作 接着呢 我回去就问牧师 牧师和我 呃 谈话之后就跟我说 如果你想全时间啊 为耶稣工作呢 你有没有考虑去读神学啊 呃 就是毕业后在教会工作这样啊 呃 在读神学的四年里面呢 有一些同学到外地短期宣教 后来他们就决定要做传教士 呃 给我一个机会啊 让我有到啊 就是外地传教的体验啊 有一个暑假的空档呢 神给我一个机会到台湾 啊 就是传教两个月啊 呃 这个经历呢 也好好特别 因为呢 我一句国语都不会 呃 呃 在台湾啊 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有一个大学生啊 他晚上在家里头 就是炸油条 炸完之后呢 早上啊 就要送完油条 才回家睡觉 他很想多了解圣经 哎 我就给他上了一个圣经的课程 他送完油条就过来 啊 就是早上九点钟了 其实他好累 但他还是好愿意啊 来上啊 就是这一个多小时的课 呃 我来传教的时间 呃 就是要结束了 但是那个课程 还有两三课 他就跟我说 哎 丁老师啊 你回香港啊 用录音带 录下 你要教我的课 寄给我 我会在这里 就是完成这些 这个课程啊 我心里面好感动啊 因为他的缘故 我就回香港之后呢 我就 就是祈祷 我就跟神说 我都还没开始 侍奉 我就跟神说 哎 神啊 如果有一天啊 啊 你真的要我到外地去传教 虽然我不知道去哪里 但是我愿意去 这一颗就是 啊 传教的种子啊 就种在我的心里 也就开始了 呃 我在香港的 就是教会的工作 好像过了五年啊 我的教会呢 就是要扩堂 当时教会有两个 就是传道人 啊 既然说有两个传道人 啊 就决定拍拆一个出去嘛 牧师呢 就拆派我去 当时啊 哇 好挣扎 挣扎什么呢 因为从我家啊 到教会 只要十五分钟 来回大概 半个小时 但是 如果去新的地方呢 单程 就要两个小时 包括要转三次 公交车 差不多一天有 十二个小时 不在家 我想 哎 这样 好像是不太好 我跟神讨家 还教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就对我说 你不是想做传教士吗 你有没有想过 做传教士 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这个交通上 我就想了想 好像是这样 于是 丁婉怡就一个人 去到新的地方 建立教会 后来再进神学院进修 结束之后 丁婉怡又有一个 到西班牙短期宣教的机会 要去西班牙 我也不懂西班牙文 到了那里 当地传教士告诉我 从地铁站到我家 是五分钟 我们出了地铁站 就找警察帮忙 警察跟我们说 西班牙文 于是 我们在那里 团团转 走来走去 都是根本找不到 最后就遇到一个人 碰到一个人 他就是 会说英文 他就告诉我们 正确的方向 就我们终于找到了 在西班牙 有两个特别的经历 第一个是 我们传教队 就集体中毒 有一天 我们吃午餐 我们的肚子都不舒服 吃完了之后 七个人当中 除了我和当地的传教士 没有中毒之外 其他人都失误中毒 进了医院 大家恢复之后 就跟我说 你很有潜质 做传教士 另外一个经历 是关于一个小朋友 他只有十几岁 不喜欢读文字圣经 他要求 我们从香港 带另一本圣经 我就带了一本漫画圣经 就是给他 之后我就挑战他 我说 我们带了圣经给你 你要读 你读完之后 我要问你问题 他回家 真的是读了 第二天 我就问他问题 基本上大部分的问题 他都能够回答 我就觉得 这个年轻人 就是真的愿意追求 我们传教队 每晚都要出去传教 去拜访一些参观 这个年轻人说 我带你们去了 我和他编在同一队 他就一路带着我走 大概两个钟头之后 到了第一家 还有几家被分配 要去拜访的 但是我看看时间 其实都晚了 就是十一点钟 就是我们要搭地铁回去的 但是就是十一点钟 地铁就会关了 但到了第二家 我就跟这个年轻人说 我们探访完这家 就结束吧 他说不要不要 我们继续探访 最后我们真的就是完成了 而且在地铁停运之前 就回到家 我认为这个年轻人 因为我们传教队带圣经给他 而且有机会带他出来 他很有传教的热情 台湾的那位学生 还有这位年轻人 让我有机会和他们相遇 使我看到上帝的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决定就是毕业之后 就去宣教工厂工作 做宣教室 于是丁宛怡就加入了一家海外的传福音机构 被派到了苏格兰的阿伯丁 阿伯丁工作 丁传道被派来苏格兰 愿意来到苏格兰这么偏远的地方 但是为了回应神对他的言领 他就愿意来 刚刚来到阿伯丁 第一次来英国 我来到这里 都不知道阿伯丁在哪里 当时教会问有没有传教士 因为我是新人 就不打听 心想反正是神已经带领你到外国 你就去吧 我在阿伯丁工作六年 一直到当地的小组成为了教会 而且有能力去 就是并请传道人 我就才会去另外一个这个地方了 珀斯位于苏格兰的中心 从这里到周围的市镇 比较方便快捷 丁传仪在阿伯丁的生活告一段落之后 就来到珀斯继续他的工作 这里的人不是个个都想相信耶稣 就算传福音在这里传教 也很不容易 不过也都见过几个成功的例子 当时在老家也没有什么信仰 也没有拜神 什么都没有 也不知道要信耶稣 要什么信仰都没有 因为有人带我去教会几次 我就觉得好像信耶稣的人很诚实 很愿意帮助别人 有需要的时候到丁传道那里去 他带领我唱诗歌 常常为我祷告 跟着他查经 就认识了主耶稣 就这样 有一位姐妹就很希望他先生信耶稣 但是他的先生就觉得没有这个需要 有一天这个男士就过来跟我说 我好想就是受洗 就是他太太就说 你今年先好好信耶稣 明年再受洗了 但是在内上 我觉得这位男士很认真对我说 我觉得可能时机是到了 聚会完之后我就说了 我们就坐下来聊聊信仰吧 我也邀请他太太坐在旁边 接着我说完信仰之后 我问他说 你愿不愿意祷告啊 这位男士听我讲完 就立刻就表示说愿意 他太太说 你要想清楚 这位男士是很认真的 他就接受了主耶稣 他现在在教会里很积极 就开始唱诗歌 带领聚会的工作 看到这些教会的朋友 就是愿意信耶稣 或者是生命有改变的时候 都是给了我很大的这种鼓舞 因为苏格兰的华人居住地区 比较分散 所以丁婉宜需要开车去探望他们 但是身体的毛病 却带给他很多的困难 因为他眼睛的疾病 现在要很小心 他不能开车 因为很危险 但他仍然愿意付出 看神如何为他开路 我在香港的时候 就是有白内障 当时我想 这个眼睛不好 如何过来卫神工作呢 而且还要开车 于是就做了手术 两只眼睛都做了 做完之后 眼睛就好了 就过来这边做传教室 一直到就是几年前 开始觉得眼睛有一些模糊 就检查出来 是这个黄斑撕裂 医生就跟我说 就是要做手术 手术之前视力好模糊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经常要开车 路都是很熟悉的 就不觉得没办法开车 只是觉得说视线有些模糊 但是因为已经开了差不多十年了 很多路线都知道了 都很熟了 但是后来觉得不行了 因为这个视力真的是不够了 然后我就回香港去做手术 在我决定做手术之后 连一些不认识我的人 就是通过教会的朋友帮我发的消息 在世界各地都有人为我祷告 我真的好感谢教会的朋友 为我祷告 手术之后医生说 手术成功 视力没有再恶化 也都比较是清晰了 可以继续卫生工作 但是视力还是不够 在英国冬天 下午三四点就天黑了 有时候也会刮大风下大雨 如果这时候就是 想要开车 我就会负担很重 开车出去要讲道 或者是带领聚会 最后我就决定不开车 虽然说就是没有那么方便 但是并非是不可能 只是要用上差不多 两倍的时间 我觉得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连人生都交给神了 身体的问题也都是交给他了 所以一直都很平安 也没有情绪低落 什么 看到他有一颗很喜乐的心 将一切交给神的时候 在这里继续乐观地为神工作 并且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珀斯小镇的出现 是因为海船运载的货物 要在这里换小船 才能够顺着泰河进入内陆 可以说泰河的贸易造就了珀斯 但同时泰河的洪水 又一直困扰着珀斯 南岛公园 就是珀斯防洪计划的一部分 这里种植了各种植物 还有水禽漆息 虽然洪水泛滥本不是好事 但是在治理洪水的同时 也为珀斯造就了一个休憩之地 对于丁万一来说 身体的疾病本不是好事 但是因为他积极地去面对 反而激励了身边的人 我去了博明汉教会 他们就给了我机会去讲我的经历 我跟他们说 神如何奇妙地帮我安排手术 而且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没想到后来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是我不认识的人打来的 是博明汉教会的一位女会友 其实她的身体不好 眼睛也不好 她听到我的这个经历 给她很大的鼓励 我说是啊 身体软弱的人 神都使用 就是让那位女会友就有了信心 有时候我都会和她联系 也都会为她祷告 上帝为什么会让那些忠心的仆人 经历这样困难的事情呢 这样 我觉得丁传达没有把她的病当成是病 每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就说没事 她需要回香港医治 她依然回来 她没有因为这疾病放弃 为神工作 我觉得既然这么辛苦 不如不要做了 回到香港休养啊 在香港可以为神工作 在香港治病的话 在香港不更方便吗 我也受了她的影响 她可以放弃那么多 我为何一点点东西不能放弃呢 她在这里工作十几年 整个青春岁月都在这里 这里的华人不多 她仍然愿意留在这里 服务这些为数不多的华人 很佩服他们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要在这里做传教师 这里的小组不大 教会也不大 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好像没有什么成就 记得有一年我回到香港 向我的教会分享 就说到耶稣有一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牧羊人 有一百只羊 有九十九只羊在羊圈里面 有一只就是走失了 而那个牧羊人竟然撇下那九十九只 就去寻找走失的就是那一只 而那个牧羊人呢 丢失了一只羊 他都愿意去寻找 我想在这里的华人 就是没有这个牧羊人的羊 都是就是走失的羊 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给我机会来就是为他们服务 其实这是神的恩典 在这一刻 我认为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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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牧羊人的羊人 你服务 我饿意外 丁婉仪不计较工作的果效 也没有被身体的疾病所阻拦 就像圣经中耶稣所说的牧人那样 就算只是为了寻找一只羊 也竭尽全力在苏格兰传扬福音 多谢大家收看恩宇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